如果我们多让一步 家长就会往前再进一步 家长看不到我们每退一步 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挣扎 但是在我们无路可退的时候 家长会 这个老师也不怎么样嘛 来否定你之前 每一次带着撂靠跳舞的努力 嘿我是阿图 不想背单词 而努力让老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无论在哪里用什么形式上课 只要没有专门用来传递 沟通信息的工作人员 觉得大多数老师需要跟儿童 and all少年的家长进行沟通 很多汉语老师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困惑 比如什么情况下需要沟通 要沟通什么 怎么沟通 沟通中收集的这些信息怎么用 如何预约下一次沟通 尤其是沟通受阻要怎么去协调 我自己的理解是 沟通目的是首先要考虑的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开展这次对话 它的结果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老师与家长 老师与学生家长与学生的关系 这个结果会怎样影响教学效果 那我通常会先考虑了解学生的年龄 语言和文化背景 学生过往中文和其他语言学习的情况 还有家长的期待 比如说老师的教学背景啊 学生的学习效果啊 还有一个是学生的期待 比如说老师的教学形式 还有他们自己的接受程度 跟很多家长沟通的时候 对方一般聊到第三点 也就是家长的期待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我也经常会遇到明明邀请的家长和学生一起来 最后往往只有家长来 或者说学生就是露个脸就消失了 沟通本身就是个很大的课题 汉语老师与家长沟通的难点 还可能受家庭文化背景的影响 所以呢 也会给老师造成一些困扰 比如说在多语的家庭中 汉语的使用占比是很不同的 有时候家长对孩子的 孩子对自己的语言水平都会有认知偏差 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一和第二点 信息与实际不符 偏差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上课过程中 师生互相磨合共进也就好了 很多时候 家长与老师沟通不畅是在第三和第四点 往往表现在 以下并不是绝对 这是一部分家长的外在表现 比如说第一个 觉得年轻老师经验不足 但是呢 年长的老师传统故患 第二点 自己比学生和老师都更加了解学生的情况 第三点 基于我觉得 给老师提教学要求 给学生提学习目标等等等等 昨天早些时候呢 在我们的汉语教学社群里有老师发了这样一段话 那因为涉及他们的师生信息 所以这些内容呢 我稍稍做了一些修改 这个老师是这样说的 那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零基础5到9岁左右的孩子 家长的要求是 孩子呢 要学会读拼音 认字 用键盘打字 最好还能自己写汉字 一般如何应对这类家长来开展拼音和汉字教学呢 那个老师还说 家长认为 因为孩子是零基础 所以要从最简单的内容开始 比如说生母啊 晕母啊 又或者从笔画和简体字开始 看起来这个老师好像在问怎么教学 其实多想一下子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问题是在问 怎么满足家长的需求 那么我其实很想再多问一句 家长的需求都要满足吗 叫汉语这件事情 学生和老师是行动的主体 无论教学形式怎么样 推进教学那种的主导人士 汉语老师 在学习氛围和学习效果上 师生都有贡献作用 与商业里的用户和商家关系不同的是 教学场景里 接受产品和服务的和付钱的是两个主体 这种三角关系就变得很诡异 就是理想状态下 说出学习需求的是学生 主导教学进程的是老师 支持师生共同发展的是学生老师还有家长 但是呢 在现实教学中 说出学习需求的是家长 括号还有学生 主导教学进程的是家长和老师 支持师生共同发展的是学生老师家长 而且呢要视情况而定 有的时候老师需要周寻在学生和家长之间 至于刚才说的 我个人觉得为了今后的教学更加顺畅 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第一次上课尽可能跟家长确认好不同主体的职责与义务 我给提问的老师做了以下这些回复 我们询问家长的需求也只是大概了解孩子的情况和教学目标 那这个课堂走向还是要按照孩子的实际情况和你的教学节奏来 有的时候家长要了很多 但其实他们不懂教学 尽可能满足家长需求 后期很有可能限制老师自己的发挥影响整一个教学效果 那这个要事先跟家长沟通好 在教学目标和进程上达成共识 这个时候社群里呢 有其他老师也回应了一些家长们 我觉得合适的教学建议 有的听起来已经是非常无理的要求了 无论家长的背景和边界感的意识如何 其实主要还是要来源于他们的焦虑 那这种焦虑呢 来自对老师对学生 有的时候还有对他们自己的不信任 比如说这个老师真的可以教好我的孩子吗 我的孩子真的可以好好配合老师短期内有很高的成效吗 我努力给孩子报班 找老师真的对他的未来有益吗 等等等等 有非常多不确定的焦虑因素存在 但是呢作为老师 我们只能说做好自己的分类时 很多事情呢也先实事求是的说清楚 比如语言学习跟其他学科不一样 不会短期内看到效果 不是很建议跟家长保证学习效果啊 除非真的有短期提高分数的方法 从个人成长来说 只要没有窥探未来的能力 没有人可以有这样的保证 另外跟家长说明白 他们作为家长可以在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 以什么方式给孩子什么样的支持 会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来自自身的焦虑 我收到过很多华人全职妈妈的求助 觉得自己都已经全职带娃了 还学了很多教学理论 实践起来就是差点意思 没有成效就算了 有的时候甚至会让孩子误入歧途 家长的情绪和亲密关系是我们无法插手的 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 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期待他怎么支持孩子 支持我们的教学进程是我们能力范围内能做的 对方也能尽可能配合的方式了 相信我 很多家长此时会觉得这个老师很靠谱 不仅在教知识 也在有效的调和他们的亲子关系 另一个提升家长对老师信任的方法呢 有运营社交媒体账号的老师们 可能会有那么一点优势 老师们不定期分享跟教学相关的观点 参与活动的主题和成果展示等等 家长可以更直观的看到 老师对于教学的热忱和教育理念 那么家长的要求都要满足吗 当然不需要 有时候这会是一个有进有退的博弈 如果我们多让一步 家长就会往前再进一步 家长看不到我们每退一步 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挣扎 但是在我们无路可退的时候 家长会 这个老师也不怎么样了 来否定你之前每一次 带着撂靠跳舞的努力 老师们相信你自己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